由搜狐视频独家播出的第二集《中国好声音》 8月14日下午开始录制哈林战队的导师考核 录像前哈林携梦想导师艾拉陈佳化亮相发布会 艾拉搞笑爆料 来当梦想导师源于哈林一直央求 谈起来到中国好声音的过程 艾拉不改搞笑本色 玩笑般倒出内幕 她实在太爱我了 时时刻刻想看到我不停拜托我才来的 Selina和Hebe听说好姐妹要来都相当的替她开心 Hebe就觉得我说话重肯 很适合来当导师 况且我是这么认真的一个人 调笑过后哈林则说出邀请艾拉的真实原因 原来两人一起做节目非常有默契 性格也相当合拍 而且艾拉从第一集时就在关注中国好声音 我觉得梦想导师得请一个了解状况 对音乐表演和学员都深入了解的人来 艾拉听后开心的合不拢嘴 不忘对哈林撒娇 你真是会说话 作为梦想导师 艾拉工作虽然很忙 却也做足功课 提前看完了所有学员在盲选阶段的表现 提到选择好声音的标准 艾拉表示自己最在乎的是选手 站在舞台上如何唱出自己的感受 打动观众 她还谈到 导师考核阶段所有的demo都是哈林亲自操刀 每首歌的编曲都相当富有特色 哈林对选择艾拉来帮助自己也有她的考量 导师考核阶段讲求的是学员之间的合作 对于这部分艾拉很有经验 她可以教学员怎么当主角和配角 在对战中告诉他们修出自己的同时也能烘托伙伴 同时哈林认为 艾拉作为旁观者能够提供一种观众视角 既能看热闹又能看门道 点出的问题常常是观众会好奇的部分 艾拉搞笑回应 我是一个认真点评的导师 会以心灵相通的方式指导学员 艾拉也对即将灯塔的学员提出建议 希望他们放轻松好好发挥 搜狐视频娱乐部报 整理报道 搜狐视频那是挺好的 我是孙力